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乔社新闻 我是许触婷 新闻一开始带来关心 印尼四水台湾学校幼儿班 在年节前举行庆祝新年的活动 包括驻印尼代表夏立妍 教育部驻马来西亚文化专员朱多明 以及学校全体董事会全都出席同欢 其中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组成了大狮子小狮子 表演祥师献瑞博得了满堂彩 而校方也另外安排了写春年的活动 散播传统年节的欢乐气氛 随着热闹的节庆音乐 四水台湾学校幼儿班的小朋友 扮演大狮子与小狮子 表演祥师献瑞 模样天真又可爱 为了庆祝农历新年到来 校方特别邀请住印尼代表夏立妍 教育部驻马来西亚文化专员朱多明 以及学校全体董事会共襄盛举 除了提早感受年节气氛 也见证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我们做了那个舞龙舞师跟写春年 尤其小朋友看到那么多贵宾来到学校里面 看他们表演他们就非常的开心 那我看到他们今天的表现呢 我也非常的开心 然后老师们呢 觉得这一段时间呢 为他们的付出 也非常的开心 看他们这样子对中国新年这么的热衷跟喜爱 那我们真的是感觉着说这个中华文化 我们要继续这样传承下去 钟老师所带领的幼稚园班 那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学到有中文 有英文 有印尼文 然后让我们学校更成长 除了敲锣打鼓迎新春 孩子们还要卷起袖子写春联 大家一笔一画认真书写 从小就与中华文化紧密相连 校方董事会和礼监事会 希望一直以这样的方式 把孩子栽培到高中后 便鼓励他们回台湾升大学 完善的教学环境 也让四水台湾学校的学生 接受到正统的华语文教育 我们从幼稚园 一直成立 一直延细延续到高中 又回到台湾 考到优良的大学 这个是真的值得我们庆货的 这个都是我们台商 还有社会人士 还有乡亲们 共同努力的成果 希望他这120位的学生里面 能够在我们四水台下 能够继续的往我们的国小部升学 国中部高中部 然后能够顺利回我们台湾就学 在侨委会与印尼台商的耕耘下 海外侨教持续推广 四水台湾学校也秉持同样的理念 让中华文化在校园中 深耕茁 台湾宏观电视 布一倩印尼四水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没有 nation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